我去三号传送门 哎呀 好痛啊 怎么我进不去啊 哈哈 小五 一定是你搞错了 看我的 哎呀 怎么我也进不去啊 真想不到你们两个这么笨 那我就先去光之国和奥特曼完了 为什么比比东能进去 我们进不去啊 小五你看 奥特曼头上的数字变了 怎么变成四合五了 这下我们更进不去了吧 是啊 我们头上的算式和奥特曼的数字根本对不像呀 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去光之国完了吗 有啦 阿七 我们把头上的数字交换一下 我把二给你 你把三给我 这样我们就都可以去光之国了 真的耶 你真是太聪明了 好了 我们快走吧 比比东 你是在这里等我们吗 是啊 是啊 要通过这道门才能去光之国 你们快试试吧 这还不简单 门上的字是日月星 我们头上也是这三个字 那我就先进去了 哎呀 怎么又进不去啊 我刚刚也试过日字 没能进去 我知道了 这是拼字游戏 用我们头上的字和门上的字组成一个新的字 这样才能进去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太简单了 我头上的日字可以和门上的日字组成长字 小五头上的月字和门上的月字可以拼成一个棚字 这样我们就能进去了 不行不行 我头上是新字 两个新字可拼不成其他字 是啊 比比东 这样拼 阿七就进不去了 进不去就进不去 只要我能进去就行 管它那么多 哎呀 怎么回事 比比东 这是对我们三个的考验 必须全部拼对 我们才能进去 这么麻烦呀 那阿七你自己好好想想嘛 反正我想不出来了 呃 日和星能不能组成什么字啊 看起来有点眼熟 但是应该没有这个字 有了 把月和星放在一起 可以组成新字 这样我们就都能进去了 不错不错 一比东去日字门 小五去星字门 我去月字门 出发 这里就是光之国吗 呃 看起来不像啊 这里就是一个森林 不错 这里还不是光之国 你们要去光之国 必须经过我的智商测验 那你快问吧 我的智商可是很高的 你们挺好了 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什么 大象怎么能放进冰箱呢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 伙伴们你们知道需要几步吗 知道的话就帮帮我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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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